北京证实金正恩访问中国传向习近平报告两次川金会,南韩媒体报道,一列可能载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火车,7日晚间10时15分许,经过中国边境城市丹东,预计今天上午10时许抵达北京中共政府证实。 金正恩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1月7日至10日,展开对中国访问。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月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韩民族日报,The H&KYORH,原以一名熟知北韩和中国事务的不明消息,来源称金正恩7日晚间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在火车通过之前丹东火车站周围道路,被中共安全部门的车辆和安全人员封锁。 之后道路才重新开放,金正恩,2012年上台后,直到去年3月,首度才出访中国与习近平见面。 这次将是金正恩与习近平进行的第四次峰会,据传稍早美国官员,已经与北韩官员会晤。 讨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二次峰会地点金正恩此行就是要与习近平报告此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